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飘飘 何说似天地一少 飞 悲然尽 黄河 余海流 悠情 天邻目 焱上一崇楼 珊在大战 如果没有人写诗,鸟来写 鸟不写 风来写 风不写 蝗牛来写 昆虫来写 诗是最饱满的文字 文化部打造诗的复兴堡垒 汇聚重量级诗人 向华文世界绽放诗的光彩 我在想这个地方怎么样 可以让我们用诗来复兴国家吧 我就想起那一个 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的企业家 我去把他找了出来 问他说 我们有这样一个千层高 我们还需要一层 是让诗可以重新站起来 这位企业家就出现了 五千万三年诗的复兴 欧阳明了 待会儿会让他说话 我觉得我是一个诗的爱好者 习作者 也是一个受益者 为什么我从诗里面受益呢 其实我从郑老师 很多老师的诗里面都获得一出人 因为我常常因为工作关系 我常常旅行 那我心里永远是一本市集 不是因为他情报 而是在任何时刻 你是要静下心来 你就能够感受到他了 齐东诗社原本是空军总司令 王淑明的宿舍 文化部活化历史建筑 邀请诗人举办一系列 齐东沙龙活动 用诗培养国民素质 我希望这个地方将来 就应该是台湾新的诗 酝酝酿发展新的开始 我对这个感觉 还有这样的一个寄望 我都觉得非常的期许 庆祝齐东诗社开馆 国立台湾文学馆 特别策划诗手机展 正宠语写给周梦迭的清云 王淑雄筷智人口的 温那帕贵新来门汤 莫瑟如人 感受诗的无尽视野 文化部媒体公关组 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